首先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如果大家來試講 自己家門口突然出現一具棺材 不知道你是甚麼感想 家住在邵慶市德慶院德城鎮的何先生 就是遭遇到這樣的怪事 棺材是從哪裡來的呢 黃龍波對你跟進 雙方你來我往 爭到臉紅熱熱 完全沒有半點停下來的意思 附近街坊就告訴記者 從昨日到現在 這樣的爭吵不計其數 而這一切都是因為門口的這副棺材 對此將棺材搬過來的死者家屬 大方承認 但就表示他們之所以要這樣做 實屬無奈之舉 當時甚麼就是 兒子走駕 遭遇了 已經認定了 又是超微百分之二百多 他醫院請救不孝 就過了身 現在交警確定書 認定書已經檢測了 他每人一半的責任 私底下去過家 找他談了十幾次 他一句說了我沒錢 正常就撒不乃 我說撒不乃 既然你撒不乃 不然我自己很開心地設個靈黨 就是這樣 不過死者家屬話音未落 肇事者的父親何先生就予以反擊 他聲稱事故的確存在 但他們早已支付了相當大的一筆醫療費 和安葬費 事實我是贏 但要判決 要必輸就寫到法院才判來來 你家警判認定書 那個是認定書 就不一定是真實的數字 一方要馬上賠償 一方要等法院判決 雙方意見不合 在鏡頭前又開始了新一輪的爭吵 針對這起事件 廣東華商律師事務所齊銀兵律師就表示 既然交通事故判定書已經下來了 死者家屬完全可以通過合法途徑 索要相關賠償 應當賠償的金額 可以根據國家規定的標準來計算出來 包括醫院裡的資料 收到的費用 送餐費 所要賠償金 加上被飼養人的收穫費等等這些 都是有同一個標準的 如果雙方對這個金額是有爭議的 那麼就應當通過法律途徑來解決 通過法院的判決來執行 不過從目前的情況來看 齊銀兵就認為 死者家屬的行為十分過激 其實早已違反相關的法律法規了 正所謂死者異議 無論雙方有甚麼爭議都不應該拿死者的棺材 靈堂來開玩笑 至於怎樣賠償的問題就交給法律去解決 相信法律一定可以給雙方公正滿意的解決方法 你們這樣搞下去 死者無法安息 就算讓你拿回彩 拿回多少個賠償 又有甚麼意義呢